结婚后这五种好老公女人最喜欢 一 平常主动做家务 有这么一种男人结婚十几年 从不做家务 我不知道他妻子是怎么忍受的 但是他觉得家务这种事都是女人干的 我把他去回家 他要是什么都不做 我去他干嘛呢 所以这种男人常常不做家务 归无自己的妻子 因为他才是做这种事的人 要知道结婚后 两家人就变成了一家人 是不非你我的 不敢家务的男人 最容易遭妻子埋怨 二 不背叛不出轨 男人出轨就像抽烟 一旦染上很难戒掉 我想没有人愿意在结婚后 和自己的妻子做个最熟悉的枕边人 至于出轨都是一些 没有自控能力的男人才会做的事 这种男人都是进不喜欢人的诱惑 又有机会 就做出了对不起妻子 对不起家庭的事 而女人一旦得知自己的男人出轨了 就会觉得婚姻出现了污点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三 经常创造小浪漫 女人都喜欢浪漫 结婚前是这样 结婚后也是这样 可是很多夫妻结婚后 都已经把这个小浪漫抛至脑后 甚至也都已经忘了什么是浪漫 自己的老公也从不主动创造这种气氛 久而久之 也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在生活中浪漫无处不在 这样男人稍微用心 就能让对方感受 比如一个拥抱 一次牵手 一句关心 一条祝福 那些发生在夫妻间掐到好处的浪漫 才是真的浪漫 可是仔细想想 这些看似在平常不过的小细节 多少夫妻竟然都做不到 四 做错事先回道歉 敢于承担错误的男人 才是值得女人原谅的 但做错事还理直气壮 颠倒是非的男人 最让女人生气 这样的男人每次吵架 都想沾上风 从来不给自己的妻子留一点推路 常常让妻子变得很是被动 有时候 男人也要学会荒谓思考 不管对错 吵完下最先道歉的那个 肯定是家里情商最高的那个 所以要学会给自己的妻子道歉 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五 成熟稳重不幼稚 成熟稳重的男人会招女人喜欢 在结婚后 什么事都能提你想到 确实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了依靠 这样的好老公 是每个妻子都希望遇到的 可是往往现实中 很多男人的表现 让女人彻底死心 自己的老公一点不成熟 害怕惹事 遇到问题 不想着怎么解决 而是直接丢给妻子一句 我不知道 你看着办 这样的男人做老公 才让女人最没安全感 以上这五件事 你们的老公都做到了几件 你曾后悔与他结婚吗